天风 风声 点灯 驰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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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参见大人 你们那天追的盗贼可是他 对呀 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是场误会啊 真正的盗贼另有其人 难道是喜子 喜子虽然可疑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有抢走画的那一对兄妹 嗯 嗯 那对兄妹应该和这件事有关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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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图 真是太好了 我一定给你们加官进爵 谢大帅 谢大帅 这便是你们带回来的地图 这 这 这是岳飞像 真后悔 当时没打开看一眼 太大意了 难道 是那小子故意玩弄我们 一会赶回寺里 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对了 他们为什么抢你的画 那是什么画啊 我也不清楚 他们在客栈的时候就跟我们作对 那张画是喜子让我交给方丈大师的 结果被他们抢走了 画上面的内容你看过吗 没有 看来这件事有点儿离奇 大人 你看那边 就是他们 噓 他们就是抢走画的那两个人 是的 就是他们 那他们干嘛要折而复返呢 不管了 我们跟过去 先把他们擒货再说 跟我来 是 夫人 夫人 您别叹息了 钱财乃身外之物 只要您没事就好 那些钱足够为难民修几十建房子了 钱没了 钱没了 我们还可以再攒 如果世上少了您这样的好人 那些难民岂不是更苦了吗 对 对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唉 也罢 你们不用安慰我了 看来这是天意 算了吧 夫人 那小的先告退了 唉 干嘛不睡觉 把我叫出来 我一想他有那么多的钱啊 心里就美 高兴的睡不着 瞧你那模样 跟没见过钱似的 大哥 你说那些金人 要是反悔怎么办呢 该不会再把钱抢回去吧 他要是敢这么做 咱就来个鱼死网破 报给官府 最后谁也别想跑 大哥你看 这是说曹操曹操道啊 什么人 是我俩 二位别来无恙了 你认识他们 嗯 不认识 跟我们打什么招呼 吓人一跳 这些金国人 刚得了好处 翻脸就不认人了 真是过河就拆桥 或许他们怕被人发现 咱跟他们的关系 哦 有可能 这两个人怎么也在这儿 他们是 嗯 在山下客栈的时候 喜子跟他们有点摩擦 听他刚才的话 好像他们跟那对兄妹有什么关系 不清楚 要不我过去先把他们抓起来 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不要 我们先跟着那对兄妹 静观其变 小姑娘 小小年纪 却机智过人呢 我们确实不能妄装 咱跟着他们 正好可以顺藤摩瓜 大人英明 你在做什么 我 我 我 你们还没给我解药呢 解药 你拿假话玩弄我们 居然还想要解药 我没有骗你们哪 这张画一直在我身上 你们非跟我要 我就给你们了 原来喜子骗我去送画 是想把画交给他们 少跟我有嘴滑舌 说 地图在哪 什么地图 我不知道 你是不肯说实话了 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对天发誓 我们明明看到你身上背的是地图 为什么我们拿到的却是岳飞象 岳飞象 我也不知道啊 如果你说实话 我便把解药给你 好姐姐 我真的没说谎 那张图是别人给我的 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还让我吃了那么多苦头 什么 别人给你的 是啊 是个脸上有疤的人硬塞给我的 让我带去给我们夫人 你们夫人 你们是不是官府的人 官府 要是官府就好了 虽然我家老爷在军中效命 但家里跟寻常百姓家没什么区别 这么说 你们不是官府的人了 嗯 那在客栈对付我们的那位高人是谁 是我们在路上认识的一位前辈 隐居在山里 是是蓝姐找来的 嗯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 嗯 这么说 你们既然不是官府的 却为何要跟我们作对 不是 这你们不是盗贼吗 还跟客栈外面的人约好 要让我们交出钱财 这 我都被你说糊涂了 我们怎么成了盗贼了 啊 不是你们的同伙扔进来一枚飞镖吗 嗯 上面写着 嗯 准备好钱 嗯 客栈外建什么的 飞镖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这枚飞镖 是给咱送地图的人扔的 哦 怪不得 你刚才说 有个满脸刀疤的人 把图给了你 是怎么回事 哦 我们被人要挟 想约同店里的客人一起反抗 嗯 蓝姐从你们的房间回来 却说你们跟强盗是一伙的 谁 哦 我是 嗯 做你该做的 不许出声 否则 啊 原来是这样 给咱们送图的人 可能误以为 他们和我们是一伙的 而他们却以为我们是盗贼 你带我们去找给你地图的那个人 我 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啊 大哥 嗯 会不会是刚才跟咱们打招呼的那两个人 啊 怪不得 走 你跟我们一起去 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可如果抢钱的那个人是喜子 他为什么要扮作强盗 来抢夫人的钱呢 幸好刚才没有莽撞地把他们抓起来 没想到这件事竟牵连如此重大 他们刚才提到的地图 会不会是 没错 他们要找的一定就是大宋的疆域图 听说军营里面有一幅行军图实写了 看来跟这件事一定有关 那地图上标明了行军路线 以及所有爱口和驻军阵营 如果被金人拿到手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 啊 这么严重 小姑娘 看来我们要勤的可不是一般的贼啊 绝不能让他们得到地图 那样朝廷和百姓就遭殃了 我们跟着他们 可能真相马上就知晓了 是 他们又过来了 那小子也跟着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不会吧 是他们吗 嗯 二位有什么事吗 人上西楼满目青山千古秀 欲召华亭遍地声歌四海平 果然是你们 地图呢 这话问的 我不是让他给你们了吗 你说那话是给他们的 是啊 我一开始不就让你带给他们吗 结果你们得到了图 却不按约好的给我钱 所以我只能想办法逼迫你拿钱给我 你是说你要找的人是他们 不是我 也不是我们家夫人 你们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看来我真是误会了 我们跟他们素不相识 但是图被人调包了 啊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这小子倒的鬼 我没有 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图现在在哪儿 快说 否则我让你立刻去见炎王 住手 啊 兰姐救我 喜尊 我问你 是不是你化妆成强盗 抢了夫人的钱 我 我没有 不是我 先把他们都抓起来 待我降家审问 是 来人哪 来人哪 有人在此剧中闹事 快去找方丈大师 原来如此 老那明白了 多谢大师慧眼明辨 小施主 刚才老那听完钦差大人的讲述 对你的作为十分钦佩呀 大师 我 这位施主 是你扮作强盗 劫掠了王夫人的财物吗 是我 其实蓝姐早就发现是你了 为 为什么 蓝姐集中生智 假意拿竹台帮你照明 其实偷偷将竹油滴在了你的衣领上 以便事后辨认追查 虽然这件事因误会而起 但是小施主能在主人危急之时不念私利 一心护主 真是难得呀 世间本无善恶 一念鱼则波惹绝 一念智则波惹生 只因一念之差 酿成半生悔恨 阿弥陀佛 大师 我知道错了 我真后悔 我冤枉啊 此事本来是因误会所致 但天机凑巧 偏偏被你们所遇上 蓝姐既能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 保护主人和财物 而喜自你却只想着自己的安危 甚至为了保全自己 而抢夺主人的财物 真是不应该呀 我错了 可我确实太冤了 阿弥陀佛 俘获无门 为人自诏 如果你跟蓝姐一样 忠心护主 怎么会有如此后果呢 大人 这是从两个盗贼的房间搜出来的 这些财物是你们夫人的吧 这些财物是夫人打算布施给难民的 这下终于可以了却夫人的这桩心愿了 阿弥陀佛 天理昭昭 善有善报 事情现在已经尘埃落定 把他们带回京城 听后发落吧 大人饶命 求大人法外开恩的 你们两个内外勾结 背叛朝廷 你是罪大恶极 还敢求情 喜子 念在你并不知情 而且是在他人要挟之下 才做出的劫掠之事 所以对你网开一面 责罚四十军棍 希望你能改过自信 谢大人 好了 事情终于明了 很抱歉我们打扰方丈大师了 无碍的 这件事多亏了拦截 不仅忠心可嘉 而且机智过人呢 施主尽忠 故可宜忠于君于国于民呢 大师过奖了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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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疲劳过度 休息一下就好了 好了 那我们先告退了 那我们先告退了 现在仍不清楚地图的下落 我得赶紧去寻找 我得赶紧去寻找 老那也该准备奖金了 阿弥陀佛 帮助所有百姓 而今金冰南下 使得生灵涂炭 百姓流离失所 到处都是难民 请各位父老乡亲 大发善心 广行善事 去帮助那些受难的百姓 今天我要提到一位小施主 他虽然年龄上小 却懂得忠义之礼 在危难之时 舍身护主 用自己的机制 保护了主人 虽然被主人误解 但依旧默默地帮主人 追回了财物 找出了真凶 这位小姑娘的名字 叫做兰姐 兰姐 因为这位小姑娘的机制 不仅帮主人追回了财物 还帮助朝廷 捉到了两个 私通贼寇的叛党 真厉害 范王军上讲 不帮国主 不做国贼 我们应当忠于我们的国家 尽忠报国 不要为了一己之私 去出卖自己的民族 这便是忠 心怀善念 帮助那些受难的人 这便是爱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一定能收复家园 重整河山的 需要再轻聚 是 夫人 好孩子 我冤枉你了 夫人 善哉 善哉 夫人 我对不起您 我错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只要你今后能够改过自新 我还会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夫人 笑得没脸才侍奉您了 这件事让我深感羞耻 大师 我愿皈依佛门来忏悔我的罪过 终生为佛门尽力 请您收下我吧 阿弥陀佛 不怕念旗 只怕绝齿 苦海乌鸦 回头是岸 善哉 善哉 你起来吧 大师 您答应收我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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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家军捷报频传 无奈圣上听信禅言 竟连发十二道金牌 命其班师回朝 岳将军收到十二道金牌之后 仰天长叹 可惜十年功名 毁于一旦 一腔热血 可叹报国无门 一旦中肝 怎奈金人作乱 于是提起银枪 在地上写道 壮士鸡餐 葫芦肉 小坛可饮 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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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得好 还我和山 敬中报国 还我和山 敬中报国 我和山 敬中报国 我和山 敬中报国 不分大小 不分种类 慈悲救护生命 传达爱 以及对生命的关怀 各位菩萨 我们菩萨 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的生命 从慈悲断除烦恼 所以中华护身协会到处在 解救生命放生 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 你要救他 牛 流浪狗 狗 甚至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 所以生命天使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 提供人力 提供财力 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 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 护身延区 也加入护身延区保护动物的工作 来成为义工 来成为职工 以一个佛教族慈悲的心 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 阿弥陀佛 护身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 中华护身协会 对比堂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要布施药 因为现代的人大部分呢 这个身体生病了 一直病到往生 拖了好几年 所以它就执着我的身体还在病苦 所以我们布施药给病苦众生 甚至被切割屠宰的动物道众生 然后这种布施力量很大 然后自己可以修慈悲心、菩提心 又可以消除病苦 他们现在给你的一包是真实的药 里面是中药 外面有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很重要 我们叫十万解脱咒 十万解脱咒 一般往生者都会盖往生被的时候 一定有这个咒 那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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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个 加上药的布施 火化的时候 那他们呢 能够往生净土 执着生病的 能够放下 不再生病 如果各位 今天刚好身上有带药来 最好 等一下我们 要亲自去布施 那边烧了一个小小的火 然后呢 各位就把它 等一下要亲自去布施 然后如果你刚好 带你吃的药最好 头痛的人不吃头痛药 这个就佛教的原理 胃痛的人不吃胃药 把那个塑胶的拿掉 如果中药就更好了 放到火里面 他们加牛奶 它产生这种药的味道 烟 然后随着风吹出去 这些众生身上就离病苦 所以我想点香 本来就是天天我们的点香 事实上相有各种的功德 六十三页 各位看到了要是七佛 然后我们现在 大家先生起大悲心 念着 希望你把你生病往生的朋友 想一下 招请他们一下 一己一切 并不是招请他一个 你的爸爸是因为肝癌死掉的 所以你因为你爸爸 你生起那种感动 把这个感动变成慈悲 愿这个世界所有肝癌 往生者都得到利益 这才是佛教的方法 一己一切 你的先生是 阿公是癌症往生了 这个世界多少癌症往生了 但是你要生起悲心 最好的对境就是你爱的人 所以你想到你爱的人 他得癌症往生 你有时候会掉眼泪 然后把这个爱 扩及一切就变成慈悲 所以愿所有 因为这样而往生者 甚至被堕胎的胎儿 生病死掉的众生 都能够离开病苦 所以我们现在念欧妈的背面后 各位想到各种的老牛被杀 这些鸡啊 被煮啊 被切啊 人类死亡啊 战争被切割啊 等等 愿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药的布施 是甘露的布施 今天法会放生 大家听闻佛法的功德 都要给他们 大家念六支大名咒 生起大悲心 念一下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世永不离 好 生起大悲心 来 最好观想自己的身体 变成观世音菩萨 很大很大 然后呢 看到所有受苦众生 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所以我们要 布施给他 愿他离苦 愿所有各种宗教往生者 各种被堕胎胎儿 被屠杀动物众生 都能够得到花卉功德 无病无苦 得到甘露 得生敬佛 佛法之旅 生命殿持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